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手工的视频 然后这个呢,就有点像我们的一个手机带啊,或者是你可以把它挂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手机带,也是非常的方便 嗯,我们可以把它的话呢,也是连接在我们这个包包上 嗯,可以看到我这边呢,是给它多做了一些的一个,嗯,这样的一个手带和手链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也是比较的不错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喜欢啦 我们首先需要的呢,就是我们的一个,嗯,这样的一个扣子,暗扣,布料 然后呢,还有它的一个手机链 我们这里还需要一个比较厚的,一个这种的一个袋子 首先呢,我们是需要呢,我们的一个手机 然后去给它比对它的一个大小 然后这里的话呢,我们也是需要把它是双层的 可以把我们的手机呢,就是放回去 然后我们这里还需要它的一个盖子 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呢,是去把它放到里面 我在这里想一下,我们可以把它这个角呢,是 嗯,做成它的一个小的袋子呀,或者是其他的一些的一个部分 这样的话呢,就不会把它做得特别的大 然后呢,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注意到它的这个开口 要差不多是一样大的 然后和我们的手机呢,是要相互的配饰 不能做得特别的大了,或者是做得特别的小 太大的话就容易松散,你的手机就容易掉出来 现在我们是有第二个这样的一个步骤 是要把它的这一半边呢,是去把它拿过来 现在呢,是我们这个最主要的一个部分 我们是把它的右边的话,全部都给它放过来 我们是把它的右边的话,全部都给它放过来 像这里 然后在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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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这样把它剪裁过来 我们这样用我们的缝纫机 比照着绕一圈 这样看起来的话呢 也就会看起来更好看一些 在它的边上呢,就可以去把它稍微的修剪一下 然后再给它折过来 然后再给它折过来 从这边给它翻过来 这样的话它就里外就差不多了 接下来呢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再把它 用我们的 这个 把它稍微的按压一下 我们的手机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放到里面了 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边呢也是要小心一些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呢 哪一个边呢是更加的好看一些 然后呢 然后呢,这样的话就可以把它这个盖子 去给它盖下来了 我们在另外的一边呢 也是要来看一下 小心一些 我们现在呢 是不能够完全的把它很好的 把它这样砸过来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可以在它的旁边去给它修剪一下 我们可以把它先放在这里 因为我想要给它做出它这个小的边边出来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大概就在这个位置 然后这边的话呢 也是要给它多注意一下 修剪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把它转过来了 它的前面和后面 就比较好的去固定一下 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后面呢和前面呢 都已经是做好了 接下来 我们可以来想一下 我们怎么把它 两边的合起来 在我们真正的把它 完全的就给它合上之前 我们可以呢 是用到我们的一个按扣 去把它呢 是去 这个盖子 就可以给它盖下来 或者你可以做成普通的一个扣子 或者我们也是可以给它放在这边 然后就可以把它 从两边的地方可以给它按进去 或者是放在中间 中间的话一颗中间的扣子是在那里 也是还是不错的一个选择 所以我是先把它 做好它的一个位置 大概就是在中间的一个位置 稍微的做一个记号 我们等会的话 就可以把所有的都是往上放 然后这里的话呢 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是给它放进去了 这样我们的袋子呢 就是基本上快要做完了 我们就是需要用到它的整个的这个线 是要把它拉过来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勾针或者是回心针 把它穿过它的一头 然后的话呢就可以把它拿过来了 好了 好了 如果这样是做好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两边的这个部分 把它是相互的连接起来 或者是缝起来 只要它不散开来就可以了 只要它不散开来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已经是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把它呢是放进去 看起来呢并不是特别的好看 但是的话呢你这样把它收起来 就也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啦 我们也可以把它的这两边呢 是稍微的固定一下 可以把它放在两边去把它固定好 或者是也可以把它放在中间 好了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手机袋呢 就已经是做好了 希望你能够喜欢 如果喜欢的话呢 不要忘了可以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订阅我们的频道 频道是每天每周都会定期吹出新的视频 如果有订阅的话就能够直接收换到啦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 希望你能够玩的开心 看的愉快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